我們繼續來看205 基本數學函數 基本上這一題就是複習Math的類別 這裡面需要哪一些呢? 第一個就是輸入,輸入兩個值,xy兩個值 輸入之後,這題目就是要我們怎樣? 輸入之後,中間要加豆點 就是說xy必須有豆點隔開 隔開的意思是我們用字串讀進來 然後就用Splitter把它切開來 所以切開來之後會有兩個 切到那個陣列裡面會有兩個數字 這兩個數字的話 比如說我們有2.3 假設前面是輸入2.3 後面是6.5的話 輸入之後的話,第一個 求出這個x2.3 就是小於或等於2.3的最大整數 那你要想一下哪一個方法可以做到 我想前面有用過嘛 再來是大於等於 其實就無條件敬畏,無條件捨棄,小數點 然後最接近的 有沒有,前面有用過嘛 還有四舌五路 有用過嘛 平方根 立方根 這應該都有講到 然後比較x跟y哪個最大 這個也有用過 還有x的幾次方 應該都知道了 所以最後的話 秀出來的結果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類似像這樣子 底下後面有題目 後面有那個 最後的這個 結果檔 那如果說你要去參加考試的話 反正就看 比照這樣的方式 然後呢 分數配分的方式 反正你就做打完之後有沒有 自己再做評分 自己先評一下 有的話自己打勾一下 如果全部都做對的話 那這一題就是拿到滿分 如果是實用級因為只有兩題 一題就50分 那這個15分是指的是專業級的分數 那實用級的話 那是30、30、40吧 所以 第二類的話也是30分 OK 那我們最後做出來 再來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類似像這樣子 我們最後做出來 比如說我今天輸入 輸入一個詞 輸入之後這邊 比如說 2.3 那個範例題 然後豆點 6.5 Enter一下 然後最後把這個最接近的小 這個最接近的一個 整數的話 應該 最後這個是有小數點 所以這個地方可能他在 把它改成整數 所以在強制轉型成為整數 那這邊的話我是用什麼呢 我這個地方是用那個 Flow 有沒有 然後 最小的整數的話是 Sale 然後Ringe 這個我想前面都用過 Rung的 SQRT 這個是 這個平方根 立方根的話 之前用的比較少 這個 CBRT 這個 然後 最大的 Nex 然後 POW 幾次方 大概類似這樣 這題稍微簡單一些些 不過特別注意 要整數 所以這個地方 恐怕我們最後 再把它強制轉型一下 所以這邊的挖拉強制轉型的話 幾個方法 你可以用 隱含的轉 或者是強制轉 強制轉的話 就是在這邊加上一個 印 印 然後再把最後的結果 再把它強制轉回 執行起來 給各位看一下 比如2.3 0.6.5 OK 最後有沒有 小數點就不見了 那特別注意 前面比較少提到 這樣的方式叫做強制轉型 好像在第一堂課有講到 所以強制轉型就是 可能會有 就是有可能會 也可能會轉不成功 這個是所謂的 刮骨的部分是強制轉型 強制轉型 那另外一種方式還記得吧 就是如果不是用強制轉型的話 那我可能必須這邊 要先宣告一個 印 然後印 比如說 這邊是 一個 一個A好了 然後它裡面的話 強制轉型 就是把這個裡面的詞 這裡面的詞 比如說我強制轉 隱含的轉型就是 我用什麼呢 用一個 Integer 有沒有 這個是一個類別 點 我可以用Values 或者 Pass Pass in 之前跟各位講的是 我們可以用Value 有沒有 Value 後面的話 就把這個裡面的詞 把它放進去 然後它會幫我做 轉型 幫我做轉型 轉型完之後的話 再把它怎麼樣 放到這邊來 這邊 這邊放一個 A 這邊 Flow 這個是 因為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浮點 所以 我們 Flow 那這個地方 恐怕把它改成Double 這個前面的話 把它改 強制轉 X 這個部分如果把它改Double Double Double轉 還是不行 強制 這個我再看一下 或者 這個地方變成說 大轉小 會有問題 前面我們有個圖有沒有 這個地方如果你要把大的轉到小的 就變成要強制轉型 所以這地方的話 這個方式 就不行的話 那我們就只能用 這個 用什麼 強制轉型 強制轉型就是直接 無論如何 大轉小 可能會發生問題的話 那我還是轉 就是直接用強制轉型 OK 那這裡都好想各位試試看 把這一題 稍微看一下 然後最後秀出來的話 記得這個地方有一個 豆點 然後6.5 然後用中間把它切開來 所以這邊 也是會需要用到一個Splitter 畫面先畫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提到這個地方 轉型 你可以小轉大 不能大轉小 所以 Floaster 它 沒有辦法 這個地方 如果說你Floaster要轉 你可以直接轉Double 就是 這個是正向的轉 你不能轉到 Intz去 如果說你要轉成Intz的話 變成說你要強制轉型 如果說你Intz要轉的話 大轉小的話 就變成說你要強制轉型的方式 來轉 所以這一點要特別注意 這個是不同形別的 值的轉換 特別注意 這前面我們有提到過 那當然 大轉小是不會 小轉大 一定不會問題 不會發生錯誤 可是 大的 小轉大沒有問題 但是 大轉小可能會有問題 像這地方的話 你轉過去 一定會把小數點給去掉 所以 基本上 這個地方小數點 就是 轉成整數的話 會被扣掉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大家跟各位講一下 接下來的話 來看那個 206 206 有問題 這個地方的話 谢谢大家